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婷安 马上带您来关心 今天12月3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们国际报的忠实听众一定有发现 这周的主持人们都有邀请大家一起到IG搜寻台湾国际报 参与我们的特别企划 猜猜我是谁活动 那我当然也要参与咖啦 给大家一个提示 我的发色比较特别一点点 这样应该超级明显了吧 欢迎大家到台湾国际报的IG限时动态留下你的答案 让我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对哦 而在11月的最后 地球上也发生了不少大事 除了英国最新的第三剂疫苗研究之外 还有澳洲的教育部长的婚外情曝光 甚至被指控暴力行为 而美国慈善家贾桂林在比佛利山庄的住家遭到窃贼入侵 不幸重担身亡 还有15岁的高二学生居然拿枪在学校扫射 想要了解更多的国际新闻焦点的话 就请各位一定要收听到最后哦 首先要带您来关注到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科学期刊中发表了研究 同样属于mRNA疫苗的BNT和莫德纳疫苗 在加强抗体和T细胞反应的表现最佳 而这项研究有将近3000名的成年人受试 受试者会先完成施打两剂的AZ或是BNT疫苗 等待三个月之后 他们就会替受试者接种第三剂作为加强剂 根据报告 无论前两剂疫苗打的是BNT还是AZ 只要第三剂加强剂是至少一半剂量的BNT 或是全剂量的莫德纳 对于抗体和T细胞就可以给出非常好的效果 而如果使用的是其他厂牌 例如AZ或是胶身等等 虽然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 但比起BNT和莫德纳 增强抗体的效果就没有那么高了 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 南安普敦大学的传染病学家弗斯特说明 这次试验使用的任何一款疫苗 都是安全有效的 只要手上有这些疫苗就可以用于追加施打 不用执着于是否为mRNA疫苗 接着要带您来关心到 澳洲前政府职员米勒指控澳洲教育部长塔吉 表示两人在2017年的交往期间 塔吉曾经对他在肢体和情感上施暴 不过塔吉全面否认了这些指控 米勒曾经是塔吉手下的新闻秘书 这段婚外情在去年被米勒公开 如今米勒表示 他遭到了情感和身体上的虐待 并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 严重的权力失衡问题 米勒向媒体发表声明时描述 他曾经在凌晨接到媒体打来的电话 一旁的塔吉因为被吵醒十分不满 将米勒从床上踢下了地板 并进行言语上的辱骂 经过事件的发酵 塔吉承认了与米勒的婚外情 但是他否认了米勒的指控 也将声明给了当地媒体 去反驳米勒的言论 而澳洲总理莫里森也在随后宣布 塔吉同意停职 但前提是要进行独立和公平的调查程序 接着要带您来关心到 被称为是黑人营业教父的克拉伦斯·埃旺特 位于比弗利山庄的住家在昨天遭到窃贼闯入 他的妻子贾桂林遭到强匪开枪击中身亡 送医后宣告不治 一名保全也不幸中担 克拉伦斯·埃旺特现年90岁 受到许多歌手以及音乐制作人的推崇 甚至连前总统欧巴马都曾经称赞过他 埃旺特与此次不幸中担身亡的妻子贾桂林 已经结婚54年 根据了解 窃贼闯入时埃旺特也在家里 现年81岁的贾桂林是一名慈善家 也是Netflix首席执行官泰德·萨兰多斯的岳母 美国直男NBA的球星魔术强森说 他和妻子得知贾桂林身亡时非常震惊 并表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天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在声明中称赞 贾桂林非常的优秀 让人敬佩和尊敬 是他和妻子希拉伟认识长达30年的挚友 这起意外让他们心碎 将会永远怀念贾桂林 CNN的报导指出 警方认为这起事件并非随机枪击 不过案件还有待厘清 会努力尽快将嫌犯逮捕归案 接着要带您来关心到 两个月前 奥地利前总理库尔茨因为捡入贪污腐败的丑闻 执政盟党绿党命令他辞职下台 当时震撼了政治圈 而如今他更宣布退出政坛 震惊了整个奥地利 奥地利检方接获指控 说库尔茨挪用公款 散播经过操控的民调 也提升他的形象 更怀疑他为了让奥地利日报 帮他看登吹捧的报导 和倾向他的民调内容 让这家报纸获得大笔的公共广告标案 于是警方展开调查 搜索了总理办公室和财政部 这些丑闻才因此曝光 库尔茨在2017年时只有31岁 盖领人民党赢得该次大选 成为全球史上最年轻的 以民主方式选出的国家领导人 又被称为政坛神童 但是在经历2019年的联合政府瓦解 以及今年10月的指控之后 库尔茨今天对媒体发表了长篇声明 否认所有的不法指控 并表示自己不是圣人 但也不是罪犯 更说到 自己很期待上法院的那一天 能让他在那里证明指控是不实的 而库尔茨也宣布 自己即将卸下人民党党魁的职位 这位政坛神童的未来会往哪里走 外界都感到十分好奇 最后要带您来关注到 美国一名15岁的高中生将手枪带入校园 不断地开墙攻击 导致4名同学死亡 更有7位同学和老师受伤 警方表示 该名高中生早已预谋犯案 当天上学就是为了发动攻击 作案时完全冷血 根据警方的说明 就读于密西根州牛津高中的高二学生克鲁布里 曾经在他发动枪击的前一晚 用手机录了一段影片 预告他隔天的校园攻击计划 自己本中也写下了类似的内容 但是这部影片并没有上传到网路上 警方更发现 克鲁布里在他的Instagram上传了这把犯案手枪的照片 并称那把枪是今天才刚到手的美人 而奥克兰郡的警长布查德表示 克鲁布里的杀人意图非常的明显 利用近距离开枪的方式 直接射向受害者的头部或是胸部 警长也说 克鲁布里在展开攻击之前 曾经因为不明原因被学校找进办公室 当时有父母的陪同 不过过了不久 他从厕所走出来 在走廊间开枪 甚至在同学逃跑时更换子弹 在密西根州庞蒂克的法庭上 律师和他的父母透过视讯会议加入 而克鲁布里戴着口罩 一句话也不说 检方表示 由于克鲁布里的罪行十分严重 而且是预谋犯案 将以谋杀和恐怖攻击罪名起诉他 并且让他以成人的身份接受审判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国际报 本节目由了台湾Times制作播出 听完今天的节目 是不是更能透过声音猜出我的外貌了呢 欢迎到IG搜寻台湾国际报 在现实动态中投下你宝贵的一票哦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新闻内容 如果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想法 都可以到Apple Podcast留言告诉给我们 也欢迎到IG还有FB 看看我们不同主题的报导哦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婷安 我们下次再见